各位,今日我們繼續講秦始皇,今日月如梭秋去秋來,眨眼又過了四年了,秦皇正也都慢慢成熟,不過性格真是剛烈到人害怕,誰一惹著他,他一發生氣,動不動就逐人去餵老虎。 不到半年時間,就有三個大夫在上間的時候,因為講多幾句說話,就被他叫人捉去餵老虎。 其他大臣見到這樣的情形,真是不怕就乖了,呂不韋也都覺得不妥,就對他說,用老虎來咬人這種刑法,是我們秦國自有。 希望大王不要養這些老虎了,誰知秦皇正說,縱婦,不行,我還想養多幾隻天王。 為什麼? 有些人見我年輕,以為什麼事都只是他們說得對的,我沒辦法,唯有交給老虎來解決問題。 唉呀,你這樣做就成了暴君的了,怎麼辦得好事情呢? 那,秦皇正一聽不高興了。 那其實這陣子呢,他已經覺得呂不韋有點左手左腳的了。 現在又談自己這樣做不對,這樣做不妥,我心想,哈,你好價勢嗎? 沒有你呂不韋一樣做君王。 於是他就說,縱婦這幾年都夠操勞的了,你可以試一試,休息一休吧。 呂不韋一聽嚇了驚,咦? 有毛有爺想自己飛了。 那麼他就以為秦皇不讓他做丞相了,他就說, 那,那我的上衛交給誰啊? 秦皇正見到呂不韋突然之間變得這麼可憐,說話把聲都變了。 就覺得如果不讓他做,事實又過火了一點, 那他就說,啊,你還是做成相,我的意思是叫你多點休息。 呂不韋唯唯有答應,自此之後,絕大多數的事情都由秦皇正親自去處理。 公元前二百四十一年,秦皇正十九歲,呂不韋受華揚老太后之命,就為秦皇求一門親。 呂不韋就認為六國之中,就只有齊國和秦國的關係比較好些。 其他五國都是有仇口的。 那麼加上,齊國是文化之邦,知禮適義。 那麼如果娶個齊女回來,對讀書底子不厚的秦皇正是有好處的。 於是,他就派師臣帶口禮去齊國求親。 臨行,呂不韋又吩咐師臣說,只求女方有學問有道德,其他就不計了。 師臣去到齊國,向齊王求親。 齊王一聽,他心就不高興,不忠義。 那麼就叫師臣回去客館休息先,說要等同家人商量過,才答覆。 師臣走了之後,齊王的招集丞相和幾個大臣來說, 秦皇知道我有女兒未嫁,一前來求婚。 我呢,就不想女兒嫁給他。 我又怕因此而揭露仇怨。 萬一打起來,又敵不過他。 你們說,怎算好啊? 有個大臣就說,婚姻的純屬私事,強迫不得的。 既然大王不喜歡,就不要理他。 我不信他夠膽來宮裡面搶啊。 又有個大臣說, 那照神看來呢,答應了他,都好的。 結成了恩親樂, 那至少他都不夠膽再來侵犯我們。 公主到了秦國,既成王妃了。 亦都不知難為他。 一個人出去做有利於國家的事,是值得的。 請大王三師。 齊王就說,問題現在的女兒, 就不願意,就怎麽好強迫他呢? 這時候,有位劉胡蘇的大臣就說, 好像秦國這麽的國家, 一點都不通人情。 公主嫁了過去, 誰敢包他們日後, 就不會來侵犯我們。 秦國人,什麽事不做得出啊? 用父親換毛蕾,他們都肯製的。 因為他們認為父親老了, 只會吃飯, 但是毛蕾可以磨臉。 他們好講實力的。 既我說,公主就真是寧可嫁回我們齊國的百姓, 都不要去做秦國的王妃。 承相後姓出了一條路,她說, 大王既然不願意將公主嫁給秦王, 就軟然借著她。 秦王肯定想要美人。 我們就說,公主醜陋不堪匹配, 那麽就無事了。 齊王覺得很有道理。 第一,齊王就照秦氏來說, 秦王妃一向都是美人。 而小女生得醜陋難多王妃, 請回覆秦王, 就叫她另選嬌美。 誰知秦氏就說, 只要學問好,有道德, 其他就一律不計了。 齊王無聲出, 就唯有有事送回秦氏去客館先, 再叫後姓來商量如何推她。 後姓就說, 其他不計就好辦。 選個有學問有道德的文女, 來給她就行。 齊王就擔心門不當, 當護不對就有點擔心。 後姓就說, 唉, 泥菩薩那雙眼都是人安上去的。 找個文女回來, 認她做公主, 送些嫁妝, 就一了百了。 沒事的, 等神去辦吧。 後姓就派人四周尋訪有道德, 有學問的文女。 結果, 在東海濱的狼爺那個地方, 就尋到一個很有學問的女子。 狼爺呢, 原來就是屬於老國的地方來的。 這個女子呢, 就是老大夫的後代, 做得到大夫, 其實就不算是一般百姓的。 所以, 雖然是家境清貧, 但是學問道德這件事呢, 就不受貧富變遷而更換的。 那故此呢, 這個女子年方十八, 學問道德都很好。 那便接了回來見齊王。 齊王見到她, 哇, 真是有沉如落眼之蓉, 收花閉月之茅。 就有點不捨得了, 想留回來自己享受。 不過後姓呢, 就不想再浪費時間和精力去找過帝哥了。 於是就以公主的名義, 交給秦氏, 就迎回秦國了。 到了秦宮, 狼爺女子, 就和秦王政舉行了婚禮。 秦王十分之喜歡她, 就立為王妃。 那年五月, 莊襄王的母親夏太后, 在雍公病死了。 那因為她是秦王政的親祖母來的, 就按正級別辦過喪事, 我們就不講她了。 我們現在講回前面講過的那個路外, 她被呂不偉安排, 當太監送了入宮, 和莊襄太后的相會成歡, 萬事如意。 那到現在呢, 就已經生下了兩個兒子了。 太后守寡, 竟然生出兩個兒子, 被人知道真是大件事。 最初, 太后懷孕還有些害怕的, 問路外怎麼辦? 路外就說, 生了出來就照樣, 難道大王敢殺了自己親兄弟嗎? 就是這樣。 她還教她, 如果有人問, 就說是發夢, 發到懷人的, 那就沒事了。 太后這時候, 就已經淫亂到懵了, 就唯有聽路外擺佈了。 幸好, 平時呢, 她待的宮女也好, 所以大家呢, 就跟她嬉嬉嬉嬉。 兩個小孩子, 現在大的呢, 就已經五歲了, 小的都三歲了, 都不知道哪個是老豆, 哪個是老母, 胡哩胡桃, 這樣養在宮裏面。 外人呢, 也都沒有懷疑是太后的兒子, 更加不知道, 他們是當今國軍的義父兄弟。 那現在夏太后一死, 路外就跟太后商量, 為了避人耳目, 就想搬去夏太后住開的雍宮那裡住。 路外就買通那些仆人, 散布說, 宮女頭就不宜太后居住, 應該遷居備禍。 秦王就不知其中有詐, 就聽信仆人的話, 就將太后遷到雍宮住, 那自然, 路外呢, 也跟著他。 太后又說, 路外服侍得他好周到, 封了他為長信侯, 食一山羊。 跟著, 還加封他為太原郡國, 凡是公室居馬衣服, 和元臨來往事務等等, 都由他來安排, 真是快活之極。 不過, 中國就有句古語, 若想人不知, 就除非己莫為。 等著他們的命運是怎樣的呢? 我這裏就賣個關子, 不講句子。 說回秦皇正, 他長大成人, 就令到呂不偉既因為, 又有些放心不落。 因為的, 是認證的, 終於, 長大成人, 就執掌了秦國的軍權, 不負呂不偉最初的願望。 呂不偉呢, 這件政治生意, 就終於如願以償, 毫無遺憾。 令到他放心不落的就是, 秦皇, 個性剛烈, 過分自信, 萬一被壞人挑撥利用, 就可能毀了他的大好前程。 尤其近來, 很多國家大使, 都由他一個人去獨攬, 就很少跟呂不偉商量。 所以呂不偉, 就很想將目光軟大, 能夠看清時局, 為人正直, 辦事可信的客卿, 李斯, 就推薦給秦皇。 一來, 就可以幫助秦皇正來處理政務, 二來, 也可以做自己的耳目。 他首先, 就將李斯推薦為囊官, 令到他在朝廷裏面, 有機會去接觸秦皇。 有一天, 李斯對秦皇說, 天下事的成敗, 都在乎於等待機會, 和利用機會。 有些人, 不留意這一點, 輕易地放過, 就會錯過做大使的機會。 現在大王正處在千載難逢的統一天下的時機, 是不是亦想錯過這個機會呢? 秦皇聽了, 上下打量一下李斯, 見到他品貌端正, 好誠懇, 就問他原先在哪裏做事。 李斯說在丞相府, 秦皇就問他, 有沒有參加篇寫《女士春秋》? 李斯說有, 於是秦皇就繼續問, 今次在春秋, 算不算是拿著時機呢? 李斯就說, 應該算是拿著時機。 拿著什麼時機? 對秦國有什麼用呢? 你說來聽聽。 哦, 物有巨勢, 事有大小。 對於丞相來講, 寫書是個好時機。 他養著三千門客, 其中有些人有寫書的才華。 如果現在不寫, 機會一個, 時不等人, 人是皆非的了。 丞相拿著這個機會, 叫那些人個個動手, 在短短的時間裏面, 寫了八欄六輪十二幾, 一共二十幾萬字。 寫盡了天地萬物古今的事, 留給後代是有好處的。 哦? 有價值嗎? 呂時春秋, 寫成之後, 曾經貼在咸陽城門, 有誰改得到其中一個字的, 就掌賞千金, 於是六國名士都混雜咸陽, 百日之內, 改不到一個字呀? 那去講明, 寫書的認真精神, 怎會沒有價值呢? 呂不偉, 對秦國的貢獻好大, 六國諸侯, 有誰能夠用得到, 這麼有本事的成上? 如果不是大王給時間, 成上休息的, 也都寫不出這套書。 所以, 呂時春秋, 不單是成上的光榮, 門客的光榮, 也都是整個秦國的光榮。 嗯, 那他身為成上, 應該做統一六國的事就是, 但是他偏偏去寫書, 所以, 我就說他是不分主持, 不懂機會。 啊, 國家機會的決策, 要看大王你的。 以前, 成上輔助軍政大使, 國家平平安安, 無出過什麼事, 成上就已經盡職盡責的了。 現在大王已經成人, 執掌了國政, 出兵的命令, 就應該由大王頒發才是。 我之所以, 不向成上講統一六國的事, 而直接向大王講, 就是怕大王錯過了統一六國的機會。 秦皇聽了李斯議論, 好感興趣, 就升了李斯為掌事, 統一六國的事, 不是一件小事。 尤其對於秦皇正的年輕人來說, 就更加是一件偉大的事業, 要成就一番霸業, 就一定要把握機會。 秦皇聽了李斯的議論, 就去找呂不韋對他說, 我們秦國, 滅六國的時機都到了, 為何仲父一向都不提這件事呢? 呂不韋回答他說, 凡是做一件事, 都要看這件事的周圍環境。 打仗就更自然是這樣, 不是說自己想打就能打的。 七年前, 秦國被信林軍打到吊窺氣監, 只要這個黑星還在, 就不好出兵。 加上, 前幾年先王歸天之後, 你年紀還小, 國內有些大臣還有野心, 萬一大隊人馬出去打仗, 國內亂起來, 那怎麼辦呢? 所以, 過去我就沒有主張說出去徵戰, 就是這個原因了。 不過, 現在, 你大了, 信林軍也死了, 上次五國聯軍攻打我們秦國, 又被那個沒用的春生軍斷送了。 再想說聯合一起來抗秦, 都可能搞不成的了。 所以, 直到今天, 才可以說, 又有了出兵的條件。 秦王正聽了這番道理, 覺得成相的確不是自己想像的那麼簡單。 看來, 姜, 事實是老的辣。 他立刻, 就改了一副很謙的口吻, 說, 我, 只不過是提一下, 該不該出兵, 還是請縱付決定。 既然大家都認為, 是出兵統一六國的好時機了, 就當然事不宜遲了。 呂不韋是因為吃過上一次信林軍五國和抗秦的虧, 但是, 這次, 他是派大將蒙毆、張唐、黃核, 去打趙、韓、毅、三國先, 看看其他國家的反應。 於是, 打得很順利, 很快去, 就攻佔了幾十座城池了。 果然, 就逼到各國諸侯又是聯合起來了。 不過, 五國之中, 有三國已經打到殘了, 就算再聯合, 也都沒有什麼力量。 呂不韋一直以來, 他還覺得朝廷裏面是有隱患的。 如果隱患不除, 日後就很多事幹的了, 少則暗殺, 大則混亂, 甚至宮廷政變都有份的。 而這一次打仗, 也都是消除隱患的好時機。 於是, 他是對秦皇說, 想趁著打其他國家的時候, 來到消除朝廷的隱患, 就叫秦皇不要干擾他做這件事。 秦皇就問是什麼隱患, 可不可以預先講, 我知道。 呂不韋就說很複雜, 未到時候就不能講的, 不過遲早你就會明白了。 秦皇就唯有答應。 呂不韋又說, 要去打趙國先。 問秦皇記不記得左手那個達娜, 還記不記得趙國那個打鐵佬? 秦皇一聽, 不提有志可, 一提就把幾伙。 達娜的事小, 趙國人欺負他媽媽的事, 他永世難忘, 所以他立刻同意, 打, 打, 一如打趙國先。 於是, 呂不韋, 就派蒙毓張堂去打趙國, 又派秦皇的弟弟, 長安軍承矫, 為大將, 和梵烏奇將軍去接應。 秦皇就認為承矫不懂事, 問仲父為什麼讓他做大將? 呂不韋就說, 有梵烏奇照顧就不要緊, 如果不派他去, 人家就會說我們看不起長安軍的了, 就叫他當不知道這件事就算了。 子彥和子民聽到呂不韋, 拜承矫為大將, 就認為是不懷好意, 不過自己又不要出面去阻攔, 就入宮找秋姬了。 秋姬就說知道了, 承矫回來講了, 是承相抬舉他, 要他去管著蒙烏彰堂他們。 子彥和子民見到秋姬, 還好似襲到的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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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 子民見到他這麼可憐, 唉, 什麼事都不懂, 就是懂得虛榮。 他就說, 唉, 我們是他阿蘇, 有那句說那句, 萬一打敗仗, 按軍法是要殺頭的, 都其事, 你哭都沒有眼淚。 如果不讓他去, 現在還來得及, 快點去找呂不韋吧。 說完, 兩兄弟就走了, 這一魂, 秋姬十五十六, 兩位阿蘇說得有道理, 不做大仗, 反而有好日子過, 如果打敗仗回來的人頭落地, 何必去冒險啊。 於是, 他就馬上去找呂不韋, 到了丞相府大廳, 叫侍衛去傳呂不韋, 那呂不韋出來, 見到是秋姬, 走過來之後就問是甚麼事, 秋姬就說, 你怎會想到要成繳做大仗的? 他年紀輕輕, 甚麼事都不懂, 萬一打敗仗, 真要殺頭怎麼辦啊? 呂不韋就說, 成繳是大王的弟弟, 名份擺在那裡, 如果要他在朝廷參政, 我不扶他做大仗, 難道被將軍壓住他嗎? 先王留下的兒子不多, 我一定要好好地扶持他們, 就拿這次來講, 他名為大仗, 但是功成打仗的事, 就交給蒙翁張堂去做的, 他只是接應部隊而已, 又有范烏奇將軍帶著十萬人護住, 可以說是萬無一失的, 不過, 既然夫人都不想兒子出頭, 就算了, 正說夢翁和張堂才跟我爭論, 要求不要給他成繳, 夫人要想清楚, 如果想兒子出頭, 遇到這麼好的機會都不讓他出去, 日後就最多學習他那兩個阿叔, 紫文, 紫燕他們這樣, 想做大官, 就很難的了, 那我就唯有派另一個大仗去吧, 夫人, 你請回轎吧, 一來各位, 秋姬份人呢, 就很虛榮的, 又想兒子出頭之日, 又怕兒子死, 那究竟他給不給兒子去呢? 我明天接著講,